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汇集天下新闻 传播中华文化 FM 104.9 AM 1215 这里是华语乐坛的流行风响妙 这里有最新最快的华语流行先锋音乐 华夏原创金曲榜 流行音乐的饕餐盛宴 非一般的心觉感受 谁是时下最热门的歌手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曲榜 大家好 我是张学友 我是蔡依林 我是徐吉祥 我是尚文杰 我是尚文杰 我是谭雷雷 我是魏晨 讲述音乐故事 叙述传奇人生 大咖家道 只要你想听 尤尼文发表屰作人络点 越来越没有风和没颜色 他们在复制着 彼此的只和忘了 没心啊 住在这玻璃岗 等着围囹 越多人的地方 越坚强 人只要转才敢 别的不管 肤浅的 疯传的 最能心的 你懂的 快跟上 快跟上 你觉得这城市 每一次到处都是 跟随着 住在这玻璃岗 没人逃亡 每天有心欲望 在鸳鸟 人只要转才敢 别的不管 最新的 最好的 最善良的 你懂的 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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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大 别老大 别吹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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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吹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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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盖 爱的伤 变得大 我们来 这首歌就是 哎呀 刚才有一个 这个留白的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要留着 很好听 没错 对这首歌曲 就是刚才 跟跟说 特别不像张栋梁的 这首歌曲 玻璃杆 作为一个资深粉丝来讲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确实有点跳通 因为你不是说 想起来栋梁之前的黄昏了吗 对对 然后让我心 哦原来这么早 你再疯 也是资深粉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歌 比较像你 然后现在的这个歌 这么看的话 其实你心里面 一直都喜欢 是这样的风格吧 对 如果你说 个人听音乐的喜好 这一张非常贴近 我喜欢听的东西 就是有点冷冷的 然后是 不是 不是这么一次听 就觉得主旋律很明确 但是多听几次会越 越听越喜欢的那种 音乐风格 对 所以我也很纳闷 我就觉得 一个专辑里面 七首歌 然后干嘛 非要收这个人的 两首歌进来 那应该是特别喜欢 对 那其实真的是有一种 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对 今天这个栋梁的造型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刚见到栋梁 进到这个被波间的时候 我就感觉一种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倒鼓先锋 飘着就进来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跟听他的歌曲 真的是非常像 你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 我觉得你整个的这个心态 其实也发生了 蛮多变化的 嗯 对 我觉得这跟 其实现在的状态 跟身边的团队 那从 对 音乐开始 那音乐开始有了 然后有了音乐的 CD的包装啊 纸样啊 到当然我的造型 其实我都希望是 很 很 很天恶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简单 纯粹 是的 干净 然后是不会太多 很 很繁琐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就喜欢这种 很简单的 嗯 东西 包括音乐 我觉得音乐是 简单的最好听 对 不用做到太多 很 很 当然鱼与熊掌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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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 但是是因为它需要才去做 而不是说 我们要做到 怎么样的东西 而去设计 嗯 那所以我现在都希望走这样的路线 所以可能会觉得 哎 造型上跟音乐感觉也蛮结合 对 就是反谱归真 然后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哈哈 又提到这 又提到这句话了 加心了 对 没有 然后你说到这个女生 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了 就是庄启欣 你跟她是老朋友吗 是 其实这么多年 她都会在我的演唱会做和声 然后我也跟她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 科班出身的一个声乐老师 这个刚刚 她自己也发专辑 她的专辑 她 她也是今年发一张信的专辑 是我今年目前听到 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专辑 哇 她的专辑就真的是很世界音乐了 然后她 她在帮我做音乐的时候 我都要 把她拉回来一点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她会去太 去更远 所以 这一次就特别找她 想说我想要 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开始聊 那第一首进来的歌 其实就是玻璃缸 对 就是玻璃缸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我很喜欢 但是我 我说 你觉得我可以胜任吗 她说可以啊 当然没有问题 然后其实我还跟大家 特别上了一些课 甚至有一些假音的 假音的部分 然后这一首的和声 刚刚也是她的声音 对 所以 这些都是合作很久 但是 这五年又更密集的 在一起玩音乐的伙伴 对 所以说我刚才听见 这里边真假声转换的时候 我还觉得真的非常敬艳 对 那是用心学过了 对 而且这个比较不像 以前一般唱情歌的真假 因为这一首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 你要说它怪 我也觉得很合理 所以它是 我们是特别用了一种 比较opera的方式 去唱那个假音 对 但是不可能那种流行音乐 你是会这样唱的 歌剧式的 对 歌剧式的方式去唱 对 就觉得 就很有味道 是的 因为不明的位置 全都变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鲜的一个音乐 它讲述的 其实是一个 特别现实的问题 没错 那跟我们来 介绍一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 你知道有的时候 就在前两天也是在听歌的时候 就跟朋友在说 有的时候特别沉重的一个话题 未必要去沉重的去说 没错 反而你轻松的 轻盈的讲出来 会被大家所认识 我觉得当然歌嘛 那词曲词曲 我觉得词占了 尤其这两张专辑 因为我一直要 我每次在开案 我都跟子超 跟管启元说 我想做一张 我就给他们两个关键字 我说我想做一张 好听跟诚恳的专辑 那我觉得现在 张东方以歌手的身份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分享的都是一些 很真实的 很诚恳的一些 不管是不是我的故事 但是是我可以感受 跟我有共鸣的一些事情 所以歌词就很重要了 那玻璃缸这个歌就是 因为管启元 他也知道 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 他是个反思的 他不是说 我瞧不起那些一窝蜂的人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也会不小心 变成一窝蜂的一份子 因为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都市 每天我们都被喂养太多 很快速的讯息啊 那些什么的 其实很多时候 没有好好静下来 去思考自己 是不是真的需要 那是不是他做专辑要这样 我必须做专辑也得这样 或者是他们都用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也要拥有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 不小心我也会变成一份子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取笑我 你看你也买了那个 他有时候会取笑我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首歌的demo的时候 他就说 我知道这歌要写什么 我说那你想写什么 他就说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状态 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是 然后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Anna也会在 所以大家会先说Anna 写这个歌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想 想说的故事套进去 他就很契合 可是以前可能是 某某老师写了曲 然后再给某某老师写了词 他们中间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沟通 沟通和交流 或者是 对只是觉得他单纯听到歌的想法 也是一种创作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 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这次所有的词都是管起源来去写的 对 跟他也应该是老朋友吧 老朋友 特别了解你 特别了解 而且他记性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们都不是要 写歌的时候才又聊一堆事 那每天窝在一起都会说很多事 他都记得 然后突然间 他听到了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我觉得可以写上次 你跟我讲什么什么故事 我都有些故事 我都忘了 我跟他说过 然后他记得 你的上一张专辑 就也是他来帮你 上一张也是五首都是 然后说上一张 有一首歌叫 遗憾的艺术 这个歌就是 我跟他分享过 我妹妹的故事 然后我说他当时大学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读电影系 然后你知道 就是毕业的时候 胸怀大志 但是就是你知道电影业 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目标的一个行业 就处处碰钉子 然后好不容易就 后来就回家了 回家乡 然后回家乡就 做了跟电影没有关系的行业 但是现在也很成功 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然后结婚了 生小孩了 现在很幸福 但是他每次跟我提起 他当时的那个电影梦 他还是 有点遗憾的 我就跟他分享过这个故事 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做遗憾的艺术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说 我来写你妹的故事好了 我说 我妹什么故事 他说 你不是跟我讲过你妹 他就 我说 哇 好感动哦 后来就真的写了一首歌 就叫遗憾的艺术 就放在我上一张专辑里面 所以他们说 其实音乐人啊 特别是做词人 对 是特别细腻的 然后就激励也好 感情也细腻 所以说他才能写出来 那么就是恰恰的一些这个歌词 对 所以这一张跟上一张 他都写了很多 让我觉得啊 唱的时候有很揪心的一些 很浅白 但是就是因为太贴近我自己了 那上一张有一首年华 然后这一张有一首自己的风雨 像这些歌都 蛮谢谢他有写了这些文字了 我觉得在对于一个歌者来说 能遇到一个特别了解自己的做词人挺难的 真的 我也觉得 我很珍惜 他是一个很顶尖的做词人了 对 很多艺人写过那么经典的歌曲 是 关键你知道吗 我很佩服他的这个记忆力和他的这个敏感的神经 对 而且很多时候我在说一些故事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 我也不觉得他 因为对啊 我有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提起我妹 可能是我们在聊起大学或者是可能聊到电影 我说了一些什么 当时的状况一定是轻描淡写的 但是他却觉得这么深刻 你知道吗 嗯 嗯 这样我们接下来马上来听到的就应该是这个东梁刚才提到的这一首歌曲啊 自己的风雨 嗯 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生活不是说像大家外人看到 哎 他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对 肯定各有各的风雨啊 来听歌 朋友只剩下那几个人 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 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 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调整呼吸 看看夜景 过去的事不去回忆 电话响起 电话响起 睡的简讯 明天工作 不要忘记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会关心 没有不开心 总有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可以 继续 别听人说我一直笑着 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门 新游戏 新游戏的关卡没换成 转连沉夺了心着的人 想去旅行 找出护车 找出护车 订了机票 收好行李 转连沉夺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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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会关心 没有不开心 总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可以继续 这漫长的风雨 怎么还没过去 这上床的身体 越来越来越难绝 越来越难绝 多么不开心 还是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怎么样 继续 这首歌曲听到的是 张栋梁的新专辑 自己的风雨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听到了你的低音的部分 之前没有听过 这么低的音色 对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 应该是蛮难录的吧 我觉得对 还有难录的那个状态 是要找到那个 唱这个歌的那个位置 因为其实我们是录好了 然后我出来听 我觉得我想要再 想要再降key唱 然后又去唱一遍 然后再听 我说再讲再讲 我们是从原本定好的key 然后降了三次 才是大家听到的版本 所以它是比我一般唱歌 应该唱的那个key 是降三次 对 低了好多 那你为什么想用这样的一种 特别低的这种key 来去演绎这首歌曲 我觉得现在做音乐 我会比较忠于 音乐想要呈现的一些 心情故事跟状态 去做最大的考虑 那但是以前可能会觉得 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听到 张壮的音质 声音一定要是最明亮的 然后 因为其实明亮的东西 比较容易被听见嘛 你知道 比如说 你在车上听到广播在播 或是你在路上听到 大家在播 明亮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被听见的 所以大家都会 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但是现在就觉得 这个歌它就是在叙述一个人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虽然看似平静 但是内心风雨交加的那种情绪 一个人嘛 你一个人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不可能是高亢明亮的 一定是陷入一种非常深沉低影 然后甚至是有一些 有几个字 已经是只有气音的感觉 甚至唱不出来 但是它可能 你可以严格的说 它是瑕疵 你唱不下去 但是哭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 陷到一种情绪的时候 它是合理的啊 所以现在的 处理音乐的方式会是这样 所以这首歌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很真实的一种代入感 我觉得这首歌曲 听的那个讲述的故事 还跟那个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特别像 那就是明亮版 对对 然后就好像是十多年前的一个版本 他年轻的时候碰到这类的问题 是那样处理的 没错 然后现在的心态 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也可以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也蛮贴切的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首歌曲 听出来那种孤独和落寞 我们知道 直接生活当中 比如说有很多歌曲 一旦唱到孤独落寞 都会唱得特别的虐心 我可能有的时候 不太喜欢那种很虐心的歌 反而喜欢这种 能够让自我去思考 然后让自我去沉浸到一种境界当中 但又不是很悲伤的感觉 我不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面对自己的孤独寂寞 不需要觉得悲伤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绪 而且也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去自己去面对这些情绪 那像歌词后面说的就是也没有不好啊 只是有点不开心 但是OK的 然后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 日子还是要过嘛 所以然后就最好的快要发生 所以它还是一个正面的能量 只是不是每一天都晴天的 偶尔会阴天下雨 但是不代表就是世界末日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 碰到一个特别懂你的词人的话 真的是很难 太好了 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好了 这一次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我想是在背后你们挖到了 他挖到了你什么歌 对 就是感觉这首歌曲虽然说不是很悲伤 但是可以让人能有特别多的共鸣 因为我每一个人都自己打拼一路过来 尤其在大城市 对 在打拼的 对 词人的话 就是我们想了解到的可能更多的是 多良你觉得对于你来说 人生当中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 是比较低潮或者是低谷的 可能我天性比较乐观吧 其实我真的从 我觉得家庭教育 我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 那从小家庭就是灌输跟长大的环境 就是比较不需要我们去担忧 一直到 对 所以养成了那个个性是其实蛮乐天的 那所以 工作你说是不是都一路顺遂 我一定是幸运的 比起太多人 我一定是幸运的 但是我也很努力 但中间一定还是有挫折 有波折 有不是太 呃 如意的时候 那甚至到2012年 觉得自己 诶 好像是时候要缓一缓 甚至 在有些人看了 你你干嘛停下 你明明很好啊 那东西都有在做 为什么要停下来 但是就是我自己的风雨里面 我知道这这这场暴风雨 一定要先想办法躲一躲 我不能再这样子 假下去 不然我可能真的就会 过不过不去 这样 所以才会决定停下来 那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 我不觉得它是个低潮 因为那个转折点 有那个转折点 才有现在的样子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 你人为的去知道 暴风雨 要在这一场暴风雨当中 去躲一躲 好过一暴风雨来的时候 你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 人一定要知道 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其实还是有一个过渡期的 我觉得我自己知道 自己好像不太 不太 不太在状况那时候 是09年发了沉默的瞬间 现在当专辑开始 我就大概知道说 自己的状态 很容易就不受控制 然后还是陆续发了几张 然后还是陆续拍了好几档戏 一直到2012年 才做下了那个 OK 我真的要停下来的感觉 要停下来的决定 也不是说 说走就走 其实没有这么潇洒 真的没有那么潇洒 你知道每一个人当做一个决定 特别是要从现有的那种 非常风光的一面 要去抽离出来 去冲冲电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下到决心的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你比如说 让我们现在去到某一个学校 去踏踏实实读书 读三个月或者是半年 我觉得都很难抽离出来 所以总会觉得 这个地球离了我 可能真的是转不了 但其实 其实真的 这个地球离了你是真的 依然能转 真的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是后来才发现 真的你不觉得 不要说这个地球 没有一个人会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 当你这样视野辽阔 然后就觉得自己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渺小 真的是非常渺小 所以说 所以你这首歌里面 自己的风雨 这个风雨是那一段时间经历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现在我还是会有风雨 我现在都说 我现在状态很好或什么 但是你偶尔 你到深夜 突然间还是会有一种情绪的 我觉得很难免 没有 对不会是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对对 真的 就是说乐观 只是一种常态 是比较乐观的 但在这个常态当中 不知道哪天晚上 就一个人就会觉得 就会推翻自己 现有的乐观 觉得啊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第二天起来 依然是太阳依旧啊 没错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一首歌 来去舒缓一下 没错 所以你看张栋梁的 这一张专辑 他的这个排序 特别的讲究 就像一个故事线一样 从头到后 对 没错 你还先告诉你 鱼语熊掌 你不能兼得 没错 不要太贪心 然后呢 就晴天室 我给大家描绘了一幅 蛮好的一个画卷 但是又忽然会去告诉你 你不要再放 把自己放在一个玻璃缸里 跟随大众去 去去 copy啊 去流行 然后马上又 有了自己的风雨 而这一切过后 又是那么的好 最好的快要发生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听 最后一首歌曲啊 我觉得这首歌曲 真的是特别的励志 因为这总是我自己 告诉我自己的一句话 我们走过 东京的风 伦敦的洞 看过世界 各种残破 各种繁荣 你在曼谷 困在车楼 望着天空 总有一天 我们回归 简单扑通 生命 总有 神人 在你的心中 握住个空 以后 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 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生 还要我们等一等 最坏的一次流程 最坏的一次流程 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你在台北 做了一个霓虹的梦 它在北京 生活继承 一个胡同 我们匆匆 我们匆匆 略过情人 写着重逢 总有一天 我们怀念 一种平庸 生命 总有些人 在你的心中 挖出个窟窿 以后 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 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生 听态度 事实众说纷纭 真相扑朔迷离 听生活 汽车 因为都市 也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很有意思 在一张专辑当中 如果有intro有uptro 这两个这个过度的环节 你如果是不来去欣赏的话 真的是很难能知道 这一张专辑要表达的一种感觉 听到了这两段之后 你会发现浓浓的那个画面感 整个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关键你知道这个uptro 它的名字特别有意思 Keep going 就给人以希望 让你继续向前的这种感觉 整个这张专辑都很励志的那种 对因为就是最好都快要发生嘛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 像刚刚我形容给子超听 那个森林低道光什么 这个我就说 我希望它那个韵味是有一个持续性的 不是歌没了就没了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什么 是让它的情绪可以缓一缓 然后有一些缓冲 然后再结束 甚至它的音乐结束 它是一直在repeat 对 但是就是渐渐 就是渐渐少 渐渐少 渐弱的这种感觉 所以 对就觉得很谢谢身边有这些 音乐伙伴 然后这么的 我真的觉得其实有讲讲的蛮惭愧的 虽然我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 然后都跟大家说 我的音乐 虽然我也不觉得他们不是我的音乐 因为就都是我想要表达的事情 但是是他们这么不吝啬他们自己的才华 在帮我在我的作品上弄得这么出色 我真的觉得自己蛮感恩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 包括你看就是他的这个歌曲的这个作曲 就是子超那个没有讲的 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 能用音乐来去表达情绪的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 因为他非常了解你 你的这个intro和你的uptro 到底是要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我真的没夸张 我刚刚这样希望给你们听的 就是我这样一通电话 跟他说我想要的 然后他回来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没有 就我会觉得他真的 很谢谢啦 在生活当中 就是你跟他们 刚才有讲到说 都是这个好朋友 所以说其实在专辑当中 他们会以你的建议 或者是你的想法为去 一个一个主要的 会 其实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就说 那你决定 你觉得你想怎样 或者是 他们都会把最后的决定权在我 比如说 自己的风雨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绝世鼓的 我就觉得 需要一些什么 我说是不是可以有鼓 那大家 有不同的声音 有说其实不需要 说要 后来是我决定说好 我还是希望有一些绝世鼓的感觉 在歌曲的第二段 这样就有很多的决定性还是在我 但是他们都会帮我去执行 对 在生活当中感觉 动量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啊 可是我发现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边 就是你还是会特别的有主见 其实我 我不觉得我完全不强势 我应该是说 我不关 我OK的事情 我就可以好不介意 就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可有可无 或怎么样都无所谓的 我就可以彻底的 没关系 比如说吃什么好了 我真的觉得OK 要吃随便 这些我都OK 或者是 无伤大耳的 不是 但是决定性的东西 我还蛮坚持的 就是我要干嘛 我要停下来 我要去干嘛 我要去干嘛 这些东西我就蛮坚持 不只是在音乐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因为你凡事都坚持 可能给别人的感觉就是 我这个人好强势 可是当你对你自己 care的事情来去坚持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哦 是应该的 对 所以他们 对 他们都会把决策权在我 在我这里 对 有时候我会说 啊 怎么办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们就 不决定 所以蛮好 就是上号东西出来 虽然是安娜 直超他们的 呃 很多的音乐创作 但是其实 就变成是我的东西了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默契底下 对 关键是 大家在一起 然后能讨论 最终的话语前 又交给了栋梁 我觉得 所以说 这一张专辑 就特别的 有你的符号 嗯 所以主导权在你 也看出来 这一张专辑 对于你来讲 改变也特别大 特别多 对 有很多的新鲜的部分 比方说 我听到了唱嘻哈 呃 嘻哈 嘻哈的旋律 风格的这样 哪一首 鱼羽熊掌 那个鱼羽熊掌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这一张专辑 让你这个做的时候 哪个地方是特别困难的 你变化特别多的 应该是 变化特别多 我 那个变化 我就觉得还好 其实在做音乐的过程 我都 当然有挫折的时候 比如说你说 鱼羽熊掌 玻璃缸 也有在弄的是觉得 诶 他们都觉得 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歌不行 如果 我觉得可以更好 有挫折的时候 然后有 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比较辛苦的是 因为 音乐的团队 大家都是 就像我讲的 有时候 我还要把他们拉回来 他们想跑得更前面 你知道吗 但是比较 后来就是 可能要说服 就是 在 行销上的伙伴们的时候 就是要先 呃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是跑太远了 或什么 然后但是是 大家达到共识之后的 那个信念又是这么的强大 所以可能 就是 在做跟后来 在呈现音乐的时候 的那个 平衡 是我觉得 蛮难的 蛮难的 对 有没有跟启星说 哇 你写的歌 为什么那么 那么 那么世界 呃 像我跟你讲 Ana 她本身就 非常的 就是一个音乐知识非常丰富的一个音乐人 嗯 所以 我觉得也 也 也是因为从他们身上跟他们合作 然后这么多年看他们自己的音乐 学习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 就觉得如果这些东西套一些在张栋梁的身上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想去尝试看看 对 我觉得当你有这种尝试 包括你决定这样的团队 来去做音乐的时候 那你的你的身边的人 他们会持同意的意见吗 呃 会不会有期待 不是一开始 不是一开始都完全同意 但是我必须说 我 我 蛮谢谢他们的信任 他们还是信任我的 他们都会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不同的意见 不代表就是争执 其实就是 希望东西好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想把东西做好的 这个信念是 很统一的 那就够了 那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意见当中去 去选到一个对这整个方向最好的 嗯 那 所以我觉得后来一切都非常顺利了 后来的一切都非常正确了 因为其实大家一起共识的都有一个很 共通的观观点 就是要做好 对 要做好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达成共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会水到取成 没错 就是 就很自然了 就怕这个共识达不到 那其实对于你来说 很 我个人觉得 其实 呃 刚才我们讲到说 其实张栋梁是属于比较有主见的 就是 真的如果是作为一名歌手的话 比如说从2015年到2018年筹备了两年多 可能更多的会去考虑到 哎 我到底要走的是这个市场的道路 我还是要走我张栋梁的一个路线 所以说当你用这种理念去来说服公司的话 其实 我知道说起来轻松 但没有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真的必须说市场是变幻莫测 谁知道市场现在要什么 而且我现在真的觉得市场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单一 其实现在观众 呃 listener他们的那个吸收度之大 其实不是你想象这么的 就是这么单一 就是一定要做这样才是叫流行 我也觉得这张专辑 我自己评定 你问我 它绝对是一张流行音乐专辑 但是它是一个味道很不一样的流行音乐专辑 那我不觉得它是非主流或什么 我也相信这个市场是有这样的空间去容纳这样子的音乐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当时大家觉得是一个派偶像剧唱着当你孤单 唱着情歌的那个的那个歌手 我现在还是 其实我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作品 嗯 对啊 对 就像我当年喜欢呃 特别喜欢马修莲安的这个音乐是一样的 嗯 纯音乐嘛 曾经发现这种音乐再过十年二十年听依然不落伍 哦 现在就是呃 各大电视台要在做那种自然风光片的时候依然还会用 所以我觉得栋梁的这个音乐是属于超前的 就是有些音乐它是流行的范围 但是可能真的是比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可能要超前一些时间 所以翻过来你比如说像呃 因为中国有很多歌手 因为呃 东梁是马来西亚歌手嘛 所以还是要给东梁介绍一下 中国有一个歌手就最有意思了 他做的歌呢是在呃 五年之后火的就是黄灵的一样 啊 当年做的时候那一张专辑鸦雀无声 就是没有什么好评 因为会觉得比较另类比较怪异 可是到了五年之后在选秀的舞台上 忽然成了大热门的歌 因为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喜欢唱这个歌 嗯 当这一批年轻人长大到舞台上去绽放的时候 唱的就是这首歌 对我觉得年轻人是重点 我觉得他们现在吸收的那个真的 他们现在是也是非常广的 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些人 觉得他们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我不是说要很伟大去扮演什么教育的那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市场是你给他们什么 他们就吸收什么的 所以我们是应该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 而不是一直给他们 哦 因为现在市场只感觉只要这些 我们也一直在copy这些去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商号 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 那也他们也可以接受 我觉得就像玻璃缸传递的吧 也是我们经常跟音乐人去讨论的 呃 就是做艺术的人 到底是要做一个跟随流行的人 还是要做一个引领者 可能就像东梁所说的 其实市场真的是你给他什么他会吸收什么 而不是说呃 他流行什么你要去跟他做什么 没错 我也觉得像东梁出道都已经这么久了 他当年 也没太久 你是刚刚出道 好吗 然后呢 我想说当年的那批粉丝跟着你也都长大了 然后他们的审美也都提高了 他们也有很多的变化了 没错 我这次蛮惊讶歌迷的接受都是真的 他们都觉得哇很棒 然后他们觉得很正面啊 很温暖 然后给他们很安心的感觉 甚至让很多圈内的呃音乐人 或者是DJ歌手 大家给我的评价都让我觉得哇 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想会要去获得 做一张专辑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 但是结果有收获这些 我觉得蛮值得的 是的 就好像我们的支六背琴 他就说非常美丽精致的音乐 超有个性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听众的这个耳朵是特别的灵敏 就是 还有美心而共 他说这么独特的音乐 旋律非常的有特点 他们是能听出来的 就是真的现在是一个用耳朵说话的年代 是 所以蛮谢谢大家 对 那这样 因为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专辑啊 我们 动良来给大家再推荐 因为这个歌曲真的是一张非常棒的专辑 我们可以再来听 但再来听就要挑你个人觉得 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七首其实蛮难选 对 我最近一直被问到 你最喜欢哪一首 最想推荐哪一首 我真的很认真在想 我觉得我每一首都想推荐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觉得做专辑 上一张跟这一张 我没有刻意要做五首 但是做着做着就五首了 因为我觉得以前做十首的专辑 其实每一首都真的很用心做 但是毕竟有一些就是会逼七逼八的歌 对 就会变成遗珠 那当时很希望这些歌被听到 然后做得这么用心 但是它就过去了 对 所以我就希望说 其实希望每一首都被听到 就是五六首这样的空间 刚刚好 对 所以你说叫我推荐哪一首 我也很想大家听到 鱼与熊掌的音乐性 我也想要听到大家 我也想要大家听到自己的风味那种情绪 我也想要听到 然后玻璃缸 那个很酷的音乐 我觉得我真的很难选 你知道就是 基本上现在我们都不会问 这个专辑你会喜欢哪一首歌 然后就会真的觉得 每一首都是自己的孩子 我其实想要你们听 Firstlight运动一次 所以说其实还好了 就刚才我们把七首全部听了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给大家推荐的 可能对于你来说 真的是无论从各个方面 这个难度真的是超大的 那我想推荐玻璃缸 因为我觉得这样说好了 玻璃缸是整张专辑 最需要时间消化的一首歌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再一个机会 让大家再听一次 因为他不是听第一遍就觉得 诶这歌 你一定会有一些什么想法 但是未必是 诶这歌我喜欢 这歌好听 但是诶这歌 比如说 可能会觉得 这歌好不上栋梁 或你会觉得这歌怎么样 诶这歌怎么 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 但是可能不是第一遍就觉得 我喜欢这个歌 或诶我有共鸣 但是这歌是多听几遍 说我自己现在 觉得这歌是最耐听的 对 而且你知道有的歌曲 真的是一定要循环听 没错 循环听才会有感觉 你觉得这城市 越来越来越没有风和 没颜色 他们在复制着 彼此的只好玩了 没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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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这波迷岗 等着围绕 越多人的地方 越尝尝 越尝尝 人只要转 再干 别的不管 弯附浮沉的 风 风传的 风传的 最能心得 你懂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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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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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上 你觉得这场诗 每一次到处都是 跟随着 住在这部你 每一次到没人逃亡 每天有心欲望 在鸳鸯 人只要存在感 别的不管最新的 最好的 最善良的 你懂得 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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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大 别去笑 别推翻 别对抗 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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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大 别老大 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音符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非常的好听 对 这就是根根在刚开始听的时候 觉得最跳脱的一首歌曲 我最开始听的时候 对 刚刚我有说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擒天树 什么场合都可以听 回到家里面 可以反复的去播放 无论你做什么的 然后你听着它 很舒服 然后慢慢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 怎么会有这一首歌 它确实还挺吸引你的注意力 让你想一想之后 你再听的时候 不一样 你再听的时候 就发现每一次听 就会更懂你 是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评判一首好歌是什么 他们说毁掉一首歌 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不停的repeat 但是其实鉴定一首好歌 也是这样的 特别是对于歌手来说 经历了最早的demo 然后到后期的反复听审核 然后再到合成 不同音轨的合成 合成已经是很多遍了 然后翻过来 他还能再听下去 那绝对是好歌 对于张栋梁来说 是不是这样 以前的那个歌曲 发现的专辑 就等你全部合成完之后 根本就不想再听它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歌收割到 完整专辑 其实真的一段时间 然后比如说 有鼓的听一遍 后来加了弦乐的 又听一遍 然后东西都调好的 又听一遍 然后到你真的 拿到CD的时候 其实不会怎么听了 对我们啦 就是没有新鲜感了 但是其实最近这几年 做的这两张专辑 我自己其实都很常 会再听整张专辑 而且我听都是听一遍的 我不是说我要去跳那一首 我要去听那一首 但是以前的专辑可能是 最近有什么表演 或是干嘛 要练歌的时候 我就会听一听那些歌 但是其实是不会去听 以前的一整张专辑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现在做专辑 不一样的地方 对而且你知道 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曲啊 让我能想起来 就是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 能够在舞台上 特别的超凡脱俗 不时人间烟火的表现出来 也就王菲给我的歌曲 是这样 其实他的专辑真的是 我觉得你说 跑在很前面 你今天听回去 哪怕是你到天空 又见吹烟 对 他都是每一张 都还是不会退流行的 就觉得这个就是好的音乐 你知道他最后 他最后一张专辑 那个江爱 专辑名称 空城啊 没错 这些 你说是今天新的作品 他还是成立的 但是其实已经十几年前了 当然 这太经典 所以我也希望 我的专辑可以做到 不是说我要跟他去比较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方向 没关系 我们已经听出来了 不知人间烟火 所谓的天长地久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张豆良以后 穿着一袭白衣 就像那个练功的 那个太极服 唱这首歌曲 我都觉得哇 太鲜了 不过我还是蛮憧憬 那个画面的 他要是那么穿上的话 就好像白色 丝绸一套 少年的样子 好 我找机会 好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那豆良来跟自己的粉丝 说一些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 不管我们有的时候 讲到一个一个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地球离了 谁都可以转 但是对于粉丝来说 一日不见如歌三秋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 好像两年刚刚好 但其实真的 对他们还是蛮抱歉的 因为 我也不是一个曝光量 非常高的艺人 那我在做专辑的时候 除非我拍戏 好了 我下来应该会拍戏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们 但是我之前像这两年 在酝酿这张专辑 几乎就是 没怎么在曝光 其实他们真的 蛮想念我的 那这个 是这一次 我开始又出现 宣传专辑 做演唱会的时候 看到他们对于我的 那种热情是这么的 不知 不要说减弱 是有增无减的 那种情况 让我觉得 蛮感动 而且觉得 我真的要再 让他们多做一些什么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去 去 更多的机会 可以看到我 但是我真的说 我也很感动 他们其实听到 这张专辑 他们有听到 这两年 我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 他们有听出来 这个让我觉得很感动 不愧是 跟了我这么多年 从以前 其实很多都是 从可能偶像剧 甚至可能之前 当你孤单那位相剧 谁跟到我现在 然后 不只是我在成长 他们其实也在成长 所以我觉得 感受到 大家一起成长的 这种感觉特别棒 而且你知道 很难得 因为现在 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 歌手很多 新生代的歌手 又是有很多 所以说 当他能紧紧 跟随你的步伐 去一直 特别特别 喜欢你的歌 并且支持你的 真的要感谢 对 真的要感谢 而且是他们 让我可以 毫无顾忌的做自己 真的是他们 因为我现在觉得 以前 以前会觉得 不知道他们喜欢我什么 是不是因为 真的 没有以前 就因为一个角色吗 或者就因为 一首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吗 就会有时候 会有茫然的感觉 但是现在 我很踏实 我觉得他们就是 喜欢我是我 他们就是喜欢张东凉 做张东凉 张东凉开心 他们就会继续支持他 这样 没错 这一路跟过来了 绝对就不仅仅 是某一点了 对 那之后 告诉一下 自己的这个粉丝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安排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安排 就是 我其实 最近就是在宣传 那就是 主要都是做媒体的部分 但是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 我的社交平台 什么的 那 微博 对 有什么讯息 我都会告诉大家 那应该上半年就一集中在 把这张传辑 好好的宣传得很透彻 最近开始有一些剧本进来 因为大家看到 张东凉他又出现了 那就有一些真的 就很多的剧本 突然间都丢到公司来 那我也找机会看一看 因为也希望 看看现在这种 自己很自在的状态 再回到拍戏 然后再回到 诠释角色 这件事情会是怎么样 我也蛮期待的 所以搞不好下半年 会有戏剧的作品 太好了 所以说 最好的快要发声了 最好的快要发声 送给视频机器人 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张东凉的话 那么最好的就要发声了 不管是我们怎么样 都是要心中品成 这样一个信仰 是 对 那感谢张东凉 做个节目 谢谢 非常开心 谢谢 我也谢谢 用这首歌去结束 还要我们等一等 最坏的一次旅程 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 最好的爱快要发声 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 他在北京生活集成 一个胡同